Hello大家好,今天這個影片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使用雙項筆記來使用卡片和筆記法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話主要是用LowSecret這個軟體來跟大家介紹的 那LowSecret這個軟體的話其實它跟Low Research Obsidian其實是蠻類似的 但它因為它是全部免費的,然後它還有很多插件 然後我覺得它相對Obsidian來說也比對新手來說也是比較好上手的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LowSecret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接下來的話呢到LowSecret的這個畫面 LowSecret這個畫面的話呢它就是每天都有一個對應日期的一個時間 那我到這個對應日期時間有完全可以根據我今天吸收的內容來去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那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提到過就是我們在卡片和筆記法有幾個不同的筆記類型 像是靈感筆記啊文獻筆還有永久筆記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過我們在別的筆記軟體 我們也是用這些F啊這些等等之類來去做代替 像靈感筆記我就用F 像我的如果是我的文獻筆記的話呢我就會用L去代替 然後如果是永久筆記我就會用E去代替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根據你自己不同的喜好來去做改變 像是文獻筆記的部分因為它會有書本啊或者是影片或者是演講啊之類等等的類型 你可以根據這樣子然後取一個英文名字的開頭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更快做分類 呃靈感筆記的部分的話呢假設以這個好了 我通常靈感筆記我就不會少加描述因為它就是一個靈感嘛 那它可以直接的去幫助我去想到我之後該怎麼樣去把它產生成那個永久筆記 可是通常靈感筆記我這邊就是可能會打一些我當下的靈感而已 那通常可能標題就已經是把我的靈感完整表現出來 那你看它就會因為我是在這天的日期去打的嘛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相關 它就會把這個筆記跟10月13號這一天做一個連接起來 那我回過來看10月13號這個筆記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會有我在10月13號可能我看Twitter上面 我把它分享到ReadWise裡面的東西它就會把它再錄下來這樣 所以我每天的筆記就可以在這個筆記軟體裡面做一個統合 那另外想跟大家說的是 Rosequel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就是Windows的話可能是Ctrl加上Enter 那如果是Mac的話是Cmd加Enter 我按一下它就會變成代辦事項的Later 然後只要我再按一下它就會變成Now 也就是說我現在就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它這個系統的話它會主動的把所有的Now 收集起來在這個畫面 那這個非常好因為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的靈感筆記跟我們的文獻筆記 最終我們需要一個排程或者是我們需要提醒自己 我們要把這個筆記轉換成永久筆記 那這個方法的話就可以提醒我到我每天寫這個筆記的時候我就知道 你看像我這邊有這個如果想經營個人品牌最簡單開始的主題是 就是朱祁老師這篇文章的話呢是我前幾天看的一個文獻筆記 那這個文獻筆記的話呢因為我要把它轉成永久筆記嘛 所以呢我就把它這邊我就把它列為代辦事項的Now 那我就可以確保說當我把它完成之後呢我再把它按Down 那它就會不見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把我剛剛所說的結合筆記軟體來實現代辦事項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做一個完美的結合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就回到第二種筆記類型文獻筆記 那文獻筆記的類型的話呢我這邊想用這個文章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文獻筆記的話呢假設我現在先用這個空白來說好了 我通常會是去載入我看的那個影片啊或那個文章的標題 那我這邊先打文獻筆記示範好了 然後我文獻筆記示範的這個東西產生出來之後啊 我其實會有一個Mac的一個快捷鍵就是讓我只要打int 它就會產生出一個固定的一個template出來 當然這個是我自己使用這個軟體 這個keyboard的master之類的這個東西的軟體產生出來的 那實際上的話呢我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使用的話是 在Rosico裡面它也會有一個方法是可以幫助你產生template的 那這個template的方法的話呢就是你只要在這邊打template 那你看我這邊也有設定好literature note還有這個東西 那我點一個literature note 那它也會產生出我想要對應的一個format出來 那這個影片的話呢我不會跟大家詳細介紹怎麼樣用產生出這個template出來 那之後會在別的影片跟大家介紹 好那我們產生出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打 所以假設我今天看的是一個文章好了 那我這邊就會在這個標籤的部分的話呢選擇article 或者是我這邊可以選擇是video等等之類的 就可以看依據你現在選的那個類型來去做判斷 然後這邊的話呢這個時間的話呢就是提醒自己 你如果說我現在選一個選一個日期好了 假設我選在13號就好12號或13號 我選完之後它就會產生一個連結 那這個我連結之後它就會反推回去到我這個地方也會產生出來 你看我在這個link的reference出來它也會產生對應的出來 那更具體的示範的話呢我想要用我前幾天的這個 朱祁老師的這篇文章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呢我會有一個category 然後像我看了這篇文章我想說我要在這個影片跟大家做示範啊 然後這個是朱祁老師的文章 然後會有一定它的來源是來自於它的facebook 然後這邊的話keyword就是像之前也跟大家提到過的是 我想要去找一個keyword是讓我可以在之後我自己提醒出來 譬如說打個人品牌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來說我有這篇文章 然後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去有一個更好的理解 然後再來是在底下的部分的話呢這個contents的部分 我會去把整篇文章的原文輸入進去 再來是literature notes的部分 那文獻筆記的部分的話呢我會根據這個本來的原文或者是video 然後把它轉換成簡單的幾句話 然後跟我自己想要的內容 然後去把它生成這些文章 那我生存這些筆記內容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的話呢我就會想辦法把它變成這個永久筆記 那像這篇文章而言的話呢 有提到一個東西跟我自己現在在做的這個頻道很息息相關 就是說呢大家他其實不會特別想要學習各種生產力的工具 他而是會為了想解決某個問題而學習工具 我覺得這對我的觀念還蠻重要的 因為也會是我想要在每一個影片盡量跟大家提出來說 我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這樣大家在看這個影片的同時的話 也不會迷失在說我現在只是在教這個工具要怎麼使用 這個工具有什麼優點之類的 而是可以具體的去套用在你可能想要的一個實際的案例裡面 回過來這邊來說的話呢 像我這邊跟大家所提到的這個代辦事項 也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他可能 了解到卡片和筆記法的這個概念 但是卡片和筆記法裡面我覺得最困難的其中一個點 可能是你要怎麼樣 確保你可以把你的文獻筆記跟靈感筆記轉換成永久筆記 那我認為這個結合代辦事項的這個方法呢 他就可以算是一個非常強烈可以提醒我們去完成的 如果你固定養成使用在這個 這個筆記上面使用的一個習慣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再接著下來的話呢 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的說 因為我產生出來了這個文獻筆記嘛 然後我想要把它生成永久筆記 那根據我自己在這邊去打出來的這個文獻筆記的內容的話 我覺得我想要再更延伸出 產生出這個永久筆記 我就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然後一樣我會有一個 Template在這邊 然後我可以選擇就是這個永久筆記的內容 或者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那個 Mac的一個永久筆記的範例 打出這些內容出來 好那打出了這個Template出來之後呢 我就會在這邊去想啊 這個筆記它主要是什麼 這個筆記的話呢 它主要是跟我的頻道 想為聽眾解決問題相關 那這個我就可以打根據我這個內容 我可以去打更多的筆記內容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呢 像這個Source Keywords 這部分就是可以看依據個人的喜好 因為譬如說像我這邊的話 我如果想要把這個個人品牌的話呢 我就把它打出來 但它其實這個Linked Reference也會有 然後Keyword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你想說這個筆記你會在什麼時候用到 像我會希望我這個的話 主要是來自說 頻道定位不明白時 我可以回過來想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在這邊去選擇一個新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就可以在我之後可能遇到 譬如說我在某個時間搜索的時候 頻道定位不明白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永久筆記就會連出來了 那我就可以再回過來看這個永久筆記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頻道定位不明白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這幾個筆記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Revenant Notes就是永久筆記相關的筆記 那這就是卡片和筆記把裡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它卡片和筆記把是需要把卡片彼此之間 做一個更強烈的關聯 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我這寫這個筆記的時候 我就會嘗試先寫出兩個中括號 那這個中括號之後呢 我再選擇1然後冒號 那它就會跳出我所有目前的永久筆記 那我這邊可以選嘛 就是譬如說 這個好了 隨便找一個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這邊我是新開了一個來寫 所以它還沒有很多永久筆記 那如果說你這邊有很多永久筆記的話 你就可以隨便想給你的時間賦予價值 隨便就是你找到你相關的永久筆記 你這樣子就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那回過來說 你之前的那個永久筆記可能 它本來之間可能有很多類型嘛 可是當你現在重新 你利用這個東西去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它其實 這個link reference 它們互相就會連結起來 所以這樣子就是 你會非常快速的找到 欸我現在有這個問題嘛 假設我現在有這個筆記內容 然後這個筆記內容來源是什麼 然後這個筆記內容 它有關聯的筆記又是什麼 都會藉由這種雙項筆記很快速的連結起來 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把你以前寫過的筆記內容 整體把它連結起來 那這個幫助我們思考還蠻多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的文獻是一個影片的話 那我會怎麼樣去在這個 雙項筆記做一個處理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跟文章是有點類似的 一樣我會先打開一個筆記內容的名稱 然後呢我會在前面加一個 然後冒號這樣子 那這邊我就直接給大家看 我之前寫的一個關於 我看Jomaine的這個為什麼要拍日本房地產 而去寫的一個簡單的一個筆記 那這個筆記內容的話呢 是我在10月6號看的跟寫的 然後呢就是會 裡面它提到了一些 就是經營自媒體的感想跟方法 還有Youtube的心態調整的一些心法 那我這邊就是在keywords 把它寫下來 筆記內容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描述到說 在它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經營的關鍵其中一個地方 是共鳴跟差異化 那我覺得這對我經營的一些想法上面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把它編成永久筆記這樣子 contents的部分就像我說的 我會把它真正的一個文 就是像文章 我就會把所有文章寫出來 那影片的話呢 我就會加入一個影片的連結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Jomaine這個影片把它連結出來 寫在這裡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地方想跟大家提的是 就是我會利用rollsecret的一個特別的功能呢 就是插件的功能呢 去把這個時間戳弄出來 也就是說我只要點一下 那它就會跳到這個畫面 這時間戳的方法非常簡單 你只要一樣仿斜線 然後呢你就打tine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embedded YouTube的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時間戳弄出來了 那一樣永久筆記的部分的話呢 我一樣會到我這個永久筆記的畫面 然後去把我的範本叫出來 然後呢這樣子它就會有一些tag 它就會有一些標籤 然後呢我就可以開始去把它更詳細的輸入進去 以上就是我整體大概會去做關於文章啊 或者是影片怎麼樣把一個文獻筆記 轉換成永久筆記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永久筆記的方法 再去把它跟其他永久筆記做一個關聯性的連結 那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我自己當初做一個 這個文獻筆記在另外一個軟體 在付費軟體論 research上面 你看喔這個軟體它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方法 我一樣會有這個 我一樣會有時間戳 所以基本上呢我能做的在 論 research 能做的這種付費軟體能做的 都在我的 raw SQL 上面能去做到 所以我認為 raw SQL 是真的非常好的一個軟體 好那之後的影片的話呢 如果大家對這個 raw SQL 有興趣的話呢 我可以再做一個影片跟大家教學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跟一些常用的插件 那同時呢我之後的影片也會去再更詳細的介紹 卡片和筆記法套用在 Heptabase這個視覺化的這個筆記軟體上面 是怎麼樣使用的 那這個 Heptabase的差異性跟這個的話呢 跟這個影片會是非常接近的 那也就是說我的靈感筆記文獻筆記的使用方法都會很相似 主要差異會在於說 當我完成這個永久筆記了之後 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希望把永久筆記做出一些關聯嘛 那在這種一般的雙向鏈接的筆記軟體裡面 我是需要有一個關聯筆記的這種一個專欄 然後我再用這種產生這個 以這種標題來去做這種掃描 然後去把相關的筆記做連結 可是在Heptabase的部分的話呢 它可以一次把這所有東西叫出來 然後我可以直接用拉線的方法去把這些關聯做一個連結 所以在最後一個步驟 把這種永久筆記做相關聯的部分的話呢 Heptabase會是一個最強的一個筆記軟體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幫我點讚跟留言 然後呢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